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凌几 他是九五站纲的时候开始 那么一开头呢就是段新怡中山女高的段新怡老师 还有吴坤才老师他们 然后加上现在的欧贵之老师呢 那一次是在立法院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公厅会 是历史的新三字运动 他们说历史的课本这样子乱编 我们要自己写自己教 然后自己学 所以就叫新三字运动 那在那个一个很小的场合中 他当天甚至没有媒体 没有媒体 可是他在网络上被po了以后 你就看到就到处转传 因为他打动了在台湾的家长的心理 野火燎原一样 对对对 我的孩子为什么会在这样的一个教育制度里面 然后甚至他未来的竞争力都被牺牲的情况之下 所以就野火燎原 那野火燎原的第二步呢 当然就是欧贵之接受了很多的访问 那这些访问有台湾的 也有中国大陆的 然后也有美国的 像这个就是economist 英国的经济学人 那他有传给我说 这个经济学人给他的访纲 就是说他说你们 我要问你这些问题 然后他说你这个东西有大陆的人去 指控说你是受政治 中共的政治最后那一题 这算是他给他访纲中间的一部分 那最后呢 刚出来的就是你刚才看到的 刚才给大家看到的那个权文 那权文里面就是很让人遗憾 所以后来他就告诉他 欧老师 欧老师就说请你告诉你们主管 经济学人的公正权威在我心中完全破产 原来西方媒体这么急着介入台湾选举吗 利用一个高中老师 忧心文化教育的问题来大做政治文章 是不是太无耻了 讲得太好 我觉得他因为他后来有 有来跟我商量说他要怎么样去保护他自己 还保护他的名誉 他应该要做些什么事情 所以他就把这些传了给我 那我是想 这件事情很可恶 我们知道以前像前段时间的Reuters 他们是出口转内销 讲那个五月天 五月天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团体 对 那么他在两岸都有很多很多的粉丝 没错 不管他的立场是什么 你要逼着一个表演团体说 你要来表态这件事情是非常可恶的 就是不管他要怎么样去表态 他都是 他都不可能有个正确的表态 而且你为什么要去逼着这个团体表态 更重要的是他就是空穴来风 就好像我说姚明你贪污了100亿 你要来说你没有拿100亿 在法律上面这种负面的 这种消极的是没有办法去自我澄清的 因为你就是没有拿100亿 到哪里去讲说我没有这个100亿 五月天没有被逼的表态 他没有被逼的表态 这个事情是不存在空穴来风的 而且是Reuters 就是出口转内销的路透社做的 对 这已经是非常可恶的 但是我们通常会对于非常有名的人 会有一种在言论自由上面 也会对他们比较有一种新的标准 就是说你是个非常有名的人 所以你要接受这样的东西 欧贵芝老师是本语中的高中中文教师 他不是什么在选什么立委 是不分区的提名人 他也不是什么重要的政治人物 他就是一个忧心国家忧心人民的人 他在讲说现在的教育变成一个无耻教育以外 他们两个人 段欣怡跟欧贵芝都不断的在说 因为在这么强大的意识形态之下的那个课纲 中间很多地方把孩子的基础教育都破坏了 所以孩子变成没有竞争力的一群人 所以他们整个的108课纲 有很多的问题是一定要修改的 那所以他们讲的话其实是有前后的脉络 就是从教学的第一场域 那当然他有讲说是一个无耻克刚 他也说在教学场域里面已经没有尊师重道 这个是我十几年来观察的确是如此 所以他有讲这些话 可是你把那个经济学院的文章再把它叫出来 你把那个标题叫出来 他变成了这一篇标题里面所引用的人 中国在又运用这一个争议呢 去试图影响台湾的选举 简单说就是戒选 直接说中共戒选 在运用这件这个在文化上面的这个争议议题 这个controversy 指的就是说在欧老师的这个谈话当中 客观客观的这个争议 对对对 就是包括你的你的这个文化认同啊 你的这个整个的教学里面什么东西 他难道不是就把它包在里面了吗 这个题目就是这样定的吗 很可恶吧 对不对 就是说 如果你看这个内容的话 其实也是把你往这方面去引导的 内容里面倒是的确有说 他觉得台湾本来是在文化保存最好的 那现在呢 如果说在这个新的课堂里面是很遗憾的事情 所以里面有引用他正确的说法 但是你在标题跟你的前后文里面 你就是在说是中共戒选 那中共戒选是这一个争议 那这个争议是谁 是欧贵志他们 这很可恶吧 对 所以欧贵志老师 他也就这个回复给代表经济学人的这个 台湾这边呢 那看到那个是一个台湾人的这个记者 说你们的公众权威在我心中完全破产 其实经济学人在我心中也完全破产 我以前还会订他 因为他订阅他很贵的 后来我就完全取消掉 我觉得经济学人杂志 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值得好太参考的 那因为不断的你会很生气的看一些文章 看到文章他这个这么写法 那他现在推动了一个运动 那我后来就刚好他们在讨论这事情的时候 我就当然我一下嘛 过去做立委就是主要是保护小老百姓 我就先问他说你们怕不怕 因为他很可能在各个地方会被 会被出征嘛 会在网络上被出征 在学校里面可能会被杯葛 他可能会有很多的对他的个人的后果 那我就问了他说你怕不怕 如果说你们需要去做什么动作的话 我们可以协助你们 譬如说如果他要去做诉讼啊 或者是要开记者会啊 我们总是可以有一定程度的能力可以帮助他 可是我很感动的是说 他们不怕 他们就是为了 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会被这种教育 在这个教育制度底下 所以呢如果你仔细看 这边有好几页啊 你可以看到最后一页有发动的就是那个新三字 刚刚讲的那个新三字运动 历史教育新三字当时开记者会的那个单位 对 他们就呃 在完全不怕的状况之下 他们标举的这个中国文化跟礼仪廉耻 是他们认为核心价值 嗯 然后我们的历史如果被已经改成这么支离破碎的话 就要自己教自己写自己学啊 是这新三字 顺序可能有点不太对啊 所以他们现在呃 从今天开始吧 就是说你们要这样污蔑我们 那我们一定要站着我们自己原来的立场 让大家更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他就呼吁大家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参与一个公民运动 嗯 这个运动就是说你发你的声音出来 扬声响应 要修改108课纲 嗯 因为他们最重要的呼吁就是这样 你这样子交下去 我们的孩子会没有未来 没有竞争力啊 所以说不光是中文跟历史的问题 他整个课纲中有很多东西在第一教学场域上面 干个不入的地方 是 但为了去掩护那个意识形态的那个大的框架 所以就没有人去提议其他的部分 嗯 所以这个响应108课纲 我觉得时间也是刚刚好 1月8号108嘛 0108下午的1点08分 这个也是108 对 所以好记啊 1月8号1点08分 对 你就发出你的声音来 是 比如说你在车上 如果你在外面的车上 你就可以按喇叭 要按长一点才不是 30秒 对 你可以按哒哒哒哒 怎么样去按一个稍微长一点 表示说这是一个你表达一个意见 如果你在办公室的话 我那天就想说 我可以打电话给我自己 我让我的电话去响30秒 就是我制造一些声响说 虽然平常我没有声音 对 可是今天有人在前面带了头笼 我可以发出我的声音 我也可以发出我对这件事情的愤怒跟不满 那另外呢 当然因为他们是老师嘛 立志老师 立志老师说 那我们叫大家去书写 我想他们可能想着要用毛笔写 我们就要改成说 用各种的方式 你可以写啦 你可以把它挂起来啊 你可以送给朋友啊 你可以用你的文字来书写张挂 让孩子知道 李毅廉耻这四件事情 就是你在1月8号 1.08分的那一天 如果你觉得被污蔑成为中共借选的工具的这些人是你值得尊敬的人的话 那你一定要加入这个力量 你要把你的声音发出来 你可以发出大的响声 比如说按喇叭 让你的电话响 你也可以写字 把那个李毅廉耻呢 再挂在各个地方 对 我跟大家一点不夸张的说啊 我的教会牧师他本来想要去做很多的牌匾 要放到那个我们那个区的学校 因为以前我们共同校训是李毅廉耻嘛 每个学校都有 现在只有好像建州还挂着 北印尼已经没有了啊 那小学已经都不挂了 可是他去接触了很多老师 大家都不敢接受他的牌匾 也就是说我们在教育成立里面不敢接受李毅廉耻 那你要叫孩子变成什么样的孩子 你不要忘记了在论语里面啊 就是孔子的家训是什么 是叫师礼传家 孔礼去问他爸爸 说我要怎么写文章 他说不学师何以言 然后他说他要 他去问他爸爸说 我要怎么样安身立命 他说不学礼何以利 所以礼义廉耻的礼 就是你最正正当当的一个行为 所以如果把礼义廉耻这四个字 都从我们整个教育剥离 这不但是欧桂志老师他们的怒吼 也应该是所有的家长的怒吼 是这些很小的孩子他们还不晓得他们失掉了什么东西 等到他们长大以后他们的怒吼 所以1月8号下午1点08分 用你的声音扬声响应修改108克刚的这个公民运动 这公民运动就是一群很简单的老师所发起的 那今天很高兴我在用那个有名的节目 因为应该是从今天 因为他们是昨天应该是昨天吧 看到那个经济学人 对 污蔑他们 这篇文章出来 所以紧急的在说那我们要做什么 就是说你要低下头说 哎我好 我就被你按头了 我就被你这样子指控了 还是我反而要跳起来说 你不可以这样指控我 我就是一个公民运动 我就是个简单的老师 我们就是相信中文不可以这样教 历史不可以这样教 这不只是为了反抗对抗这些外国媒体 其实是真的戒选到台湾的内部 他们戒选 对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运动 那其实最主要是表达我们对这个克刚的反对 对这样子的一个教学 对我们自己的文化 是我们自己的文化 是我们自己的文化 而且下一代他们的一种掠夺 你把这些剥夺掉 你岂不是掠夺他的未来 这是非常可恶的一件事 对那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一个李毅连无耻 对不对 欧老师也是说嘛 他对 无耻克刚 他说是 他对无耻克刚 而且是不是 经济学的文章也是不是太无耻了 太无耻 对不对 所以今天这也是我第一次有机会 就是因为我跟他们开完会后 第一次有机会能够 跟大家表达一下说 这是一个 自发的一个运动 是这些我觉得非常值得尊重的老师们 是 他们的运动 希望大家能够加入 所以108 108 30秒 如果你不用声讲 你也可以用张贴的这种方式 108 108 30秒 请大家支持 那这个 倩姐透过我们这个节目 拜托大家 今天一整年 会 今年一整年 2024会面临到一个动荡的 我觉得会是一个动荡 会是一个动荡年 但是也看到了一些就是说新的这些的展现 尤其来自于全球南方 那可是呢 在我们台湾自己 我们延续的中华文化 现在变成一个理义连无耻的话 那受到政治的压力 受到国际媒体的这种抹黑抹红 我觉得其实不能接受的 因此请大家一定要支持 108 108 30秒 谢谢大家 下个礼拜一 就是1月8号 1点08分 用你的声音来说 我们要孩子有未来 好的 谢谢 我们就有几位 就是这个 这个 感谢杨茜茜女士 精彩又深入的分析 最喜欢雷茜女士 经常来广角 请问两位 这几年混乱的国际局势 很大一部分源自于美国刻意的搅动 感觉上民主党 更善于操弄 媒体塑造意识形态 而计划都比较 这个缜密 而民主党更善于煽动民粹 可是思考比较初帅 那么台湾的民进党就兼具两种 这个恶职的部分 他这个前面的操纵媒体 跟塑造意识形态 讲的应该是共和党 对 我完全同意 但是共和党传统上 以前是有价值的 有一个价值中心点的 对 我们事实上必须要把 川普的共和党 跟我们以前所熟悉的 老共和党要做一部分的 阿里ゾ纳州的那个 McKane对不对 对 大家就非常尊重他 那梦兴者 这个美国来的点赞支持 雷倩和杨永明 谢谢 厚塞雷亚 这个加拿大的朋友 祝杨老师和倩姐新年快乐 然后身体健康 希望世界和平看的思想 2024的视频 倩姐和蔡真博士 蔡真博士 谈台海非常精彩 KT 美国来的朋友 祝倩姐新年快乐 然后Kan Nam 然后倩姐多来啊 谢谢 倩姐多来啊 帮我讲出了心声 那张卫林 在我们台湾的朋友 支持两位 加油 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请到 雷倩 这个倩姐帮我们开示 这个整个一年的 这个四大的主轴跟方向 那但是呢 同时也 这个提醒我们 我们再看一次 李毅莲慈 108 108 30秒 请大家支持 对 支持雷剑 发出你的声音来 支持我们欧老师 对 欧老师 段老师 和吴老师 这个都是非常值得尊敬的 好的 那今天谢谢 谢谢了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